开始编织第15圈也是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我们先编织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编织好了之后 编织一个减针把两针变为一针 接着再编织两个短针 这是第一组规律 第15圈的规律是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两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30个针目 但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编织最后一圈的时候 要把这一个小手给它加上 这个小手我们占三个针目 所以我们这一个加手的时候 是在这两边 是在这主体的两边 这个引拔针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 然后把小手给它加上 直接穿进去 然后穿过主体针目上的下一个针目 开始勾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个 一个短针 第二组规律已经勾完了 开始第三组规律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把两个小手给它加在这两边 另外一个加到对面的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加起来吧 第15圈 我们两个手就加上了之后 直接在第一针的位置做一片 把领巴连接锁一针 然后直接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这个身体的部分就做好了 我们往里面塞入适量的填充棉 接着我们来勾制小耳朵 我们先取出线 我们同样是用环形起针 环起短针 环起六个短针 新手朋友尽量是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口 大家自己勾完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短的线头拉紧 然后我们再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单线过来 接着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勾针后实质反方向的用力拉紧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是在刚才引完的位置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同样是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二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九个针目 大家可以自己勾完 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二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这里有引白针和起立针引起的针目 省力第二步勾 直接找到做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白临接 然后锁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刮纱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三个针目编织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组规律 第三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 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2个针目 第二组规律是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 大家把剩下的一组自己勾完 第三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连接索一针 开始编织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面编织一个短针 第四个针目上面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圈的规律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我们重复这一组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5个针目 大家可以自己勾完 三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连接起了一针 开始编织第五圈 第五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一个短针 编织三个短针了之后 再编织一个减针 把两针变为一针 第一个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都是条 靠近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再先过来绕线脱掉 三个短针一个减针 重复三次 总共是12个针目 大家可以自己勾完 第五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我们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这一个耳朵就做好了 我们需要编织两个 大家自己再勾出来一个一样的吧 我们下期再见